以前是毕业于理科大学 后来成为老师 在槟城又加了几年书 后来我又转行 有从事保险行业 也做了七经理 后来因为健康问题 又换跑道 跑入保健行业 我的噩梦 就在三年前开始了 我的手 手背 一双手 都是烂 只是手背罢了 皮肤烂 烂到怎样呢 会流血水 不断流血水 还有 痛 两个手都痛 两个手痛 痛到这只 看到这个 手痛不能开 今天第一次讲 手痛关节不能开 好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 面对了很多社交上的问题 每次出去 外面 别人都一下子就看到我的手 然后 有些人就想 就会问 有没有糖尿病 十个十个人都会问我 有没有糖尿病 有些更自洁一点 你有没有七个喝 在 问到 我有一天也以为 我是cancer了 真的 医不好 见了几个医生 包括 专科医生 也包括中医 也包括偏方 也有人介绍我 用香蕉皮来抹 我也 没办法 相信 结果这三年呢 造成我有 自闭症 闭关在家 怎样出门 出门人家又看到你的手 好 就在 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呢 就是 我的上学阿妹 就带我去公司 他讲 要不要去吃 moringa的yogurt咯 反正特空都被你办退休了 我就跟他去吃moringayogurt 那时候就 丁山老师呢 就 介绍了这个辣木 我讲 我在这个社会上 走了这么多年 几十年 没有听过什么是辣木 包括在场很多人 马来西亚的人都没有听过什么是辣木 这样我就 看到了这棵辣木树 还不懂啦 然后叫印度朋友 去找什么是辣木 然后当然 哇 一瓶要一百多块 开始没有买 没有买 就自己去找辣木叶子 反正我可以去找 就脚来吃啦 脚果汁来吃啦 然后做茶叶啦 少煎蛋吃啦 吃它的种子啦 好 有没有效果 有 就没有再蔓延了 不会讲这边烂了好了 这边又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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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了 就好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 还不会干水啊 还是有红红血水一直流出来 好 这样我还要再次感谢丁山先生 哎呀 我公司宣伴你两只 你吃啦 结果吃了 一开始真的煎叫 开始干了 开始干了 好 到今天 已经看不出有红红的血水了 到现在 我还是有吃这个辣木叶的 实际上简单啊 还是有 但是这个 每天都有喝 我是喝30ml啦 每天都有喝 然后使我精神更有啦 爬山 最近才爬了KK的中国广富山 都没问题 好 最后呢 我要感谢 就是介绍我辣木的阿妹 丁山老师 还要感谢我上线门 Joseph啦 Mr.Chia啦 其实辣木呢 使我得到了 重申 谢谢